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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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车开的时间好久啊 时间真的挺久的 现在我啊 我在餐车给我们的这个座位这里 六个小时 上跟下 上下两排 对吧 这里是餐车 然后这里下面还是 下面是这个 下面是下车的地方 这么贵的票子啊 我跟你说全部都坐满 坐了六个小时火车终于到了 我们到了巴塞罗那了 这里要小心了很多小偷啊 非常小心这个地方 好有牛肉粉 好有牛肉盖焦焦焦 厉害吧 巴塞罗那什么都有得吃啊 中国饭店多得要命啊 我现在在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老城区啊 老城区你知道有多热闹吗 现在已经是晚上差不多十点多了 好多小孩在外面玩啊 全部都是小孩在外面打羽毛球啊 在这里玩 然后这个大广场啊 这个大广场很有特色的 大家都在吃饭喝酒吃饭 这就是老城区的巴塞罗那人啊 在在这里享受着生活 当然这里游客居多啊 像不像个铁丝网啊 这里有很多的那个饭店 各种各样的饭店 这家饭店好漂亮 这就是巴塞罗那他们的一个老城区啊 基本没有车辆 车辆很少啊 人满为患 白天的时候也好 晚上的时候也好 都是人满为患的 因为这一次呢 东西也被偷了对吧 然后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索性住到老城区来 老城区真的其实是很漂亮的 一个城市啊 这个漂亮程度不亚于巴黎 所以巴塞罗那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也是一个 经典的旅游点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又是一个广场 而且它在这里啊都种花 你看灯上面都种的花 很漂亮 然后老的地 这个老的这个十九世纪的老地板 这里应该是市政府吧 巴塞罗那绝对是一个值得 来游览的这个地点啊 虽然它是有缺点 但是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啊 这个地方绝对是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旅游的圣地 这些建筑啊 你无论你找到任何一个角落 它的建筑都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这个像是一个宫廷看这门啊 我没有办法拍得很清楚 因为现在是用了一个小相机啊 这门简直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你看它这个铁翼加上这个 这个木雕哇 我在这里现场看着我都要 我都要呆住了 我觉得这门实在太漂亮了 就没有一扇门能做到这么美的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一扇门 因为现在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我看到这个是胡桃木全雕刻的门 有木雕结 有木雕也有铁翼 上面就是说很大一块是铁翼 然后在木雕的基础上 就再加上铁翼的 今天这个实在是太晚了 我到了 到了这里以后啊实在是太晚了 把瓜冷得半死 这里热得要命我跟你说 我不穿短袖其实都已经觉得热 还热死 它这些就是一些老店啊 这个是Oyster 这是专门吃生蚝的这家店 吃海鲜生蚝加红酒的 真的是很不错的 这里有大量的年轻人在这里聚集 西班牙人啊明显感觉是比法国人来的开放 这里是卖披萨的 如果你是爱艺术的人 你来 你来这里你可以发现非常多的东西 非常多的建筑啊 是值得来看一看的真的 非常多的建筑 包括它这个拼花玻璃 拼花玻璃绝对不是法国的专利啊 看看这家饭店你看 吃大霸的 原色调 这个真的是原色调 他们就关门了 哇 这个这个简直 这个比家具店还漂亮 吃吃龙虾的 看看这个又是一个大广场 热闹非凡啊 真的是热闹非凡 晚上十点 看看 看一看看一看就知道了 啊 这里外面就是波盖利亚市场 啊 这个地方 当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我妈什么的跟我来过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妈有个同学这个手机就在这里掉了 啊 平时这里还有还有还有个市场 现在这个市场好像没有了 啊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走进来 我们走进来 我们走进来那一天晚上在这里吃的饭 他的手机放在这里 对吧 就放在这里有一个饭店 啊 放好了以后就手机不见了 哈哈 是他自己不小心啊 不是给别人偷走的 就他就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我们就走了 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没了 就是这条街了 这条街上一次我没有办法拍 哎 因为我 因为开着车 我又担心车呢 被人家 撬掉了 或者怎么样 对吧 因为上一次东西被偷走了嘛 嗯 就很很 就是个心 心态很不好 很差了 而这一次我再重新来拍过 我们这次是轻装上阵 所以随便他怎么样 口袋里也没钱 啊 手上就紧握这么一个摄像机 对吧 那么也没什么好值得偷的了 我觉得啊 晚上的这个市场你看 这个市场就还是全部都是游客 这个地方是一年四季 一年二十四小时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十八小时 都是热闹无比的 只有可能是短短的几个小时是 是就是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 但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你看 完全完全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人的迹象 上面这个饭店你看美吗 上面这个饭店好多人都坐在上面 这里有大量的警察在这里 看看他这个 这这家店啊 这家店你看看 看到没有 他这个木头雕的很棒很棒 我明天再来拍 这家店 这家店 在这家店里面 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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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It's 他人家店 着大宝 着大宝 α пvou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花园是个历史名非常有名的建筑 因为上一次我来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时间来这种市中心参观 这一次正好很巧 我就来了 这个是完全的哥特式建筑 里面好多好多的白鹅 这个教堂叫做巴塞罗那独教教堂 是这个哥特式的建筑 这个叫做环绕俄景 是在1450年就有了 是它这里面的特色之一 这整一个建筑都是 等于说是十三十四十五就已经建造了 非常非常的古老 这是哥特区这里最有名的建筑之一 哇 他们开始叫你 你看 所有的人都在拍这个鹅 这里今天是礼拜天 就是他们当地人都在做礼拜 那可以说是游客最多的 这个哥特式建筑的地区 这个就是在那个市场的后面一边 所以这里其实是非常棒非常热闹的 大家你看都在做礼拜看到没有 礼拜天这里的当地人都在做礼拜 西班牙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国家 这里的人就是以信封这个天主教是为主的 你看这扇门多美 它这个一格一格的这个结构 全部都是手工的 看它这个哥特式的这个建筑都是一根一根的 这就是哥特式最最经典的老的那个哥特式建筑 包括它这个顶 它这个顶上面全部都是拱形的 这个当时建造起来 等于说是两边要撑住 然后一直到封顶了以后才能够把这个 等于说是架子拆下来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平衡的这个利的结构 这个顶啊 这个穹顶啊 有点的 这就是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的人都要付钱 所有的人都愿意付钱 我也愿意付钱 真的是真好 什么都不需要 真的只要放一个音乐就可以 看这个放信件的 这个放信的这个小小石头 太棒了 这就是那个大教堂了 就是刚才那个巴塞罗那大教堂 这里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集结 非常美啊 其实不比这个圣家堂差 传统的哥特式建筑 当然这个不是高迪创作的 但是它也是一种 它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体现 所有的人 哥特式教堂 这个是一四级几年 好像一四几几年 一五几几年建造的 看它这个人的雕像啊 非常的中规中矩 但是细节极其完美 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是西班牙 它也有它的艺术 它的艺术氛围 一点都不输给法国人 然后呢我今天去接一个朋友 他也到巴塞罗那来玩了 看看这些哥特式的老哥特区啊 走在里面有一种就是穿梭时光的感觉 你看那所有东西都是老的 这里啊 真正的什么人都有 你看像我穿这种薄衣服的 还有穿短袖的 还有穿羽绒服的 你知道现在巴黎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巴黎是几度 这里呢大概快三十度 三十度不到 二十二十五六度好像 好像我感觉啊 二十五六度真正的这个体感啊 所以什么人都有 穿短袖穿短裤 加上穿羽绒服的啊 这些游客啊 各种各样的人穿各种各样不同季节的衣服 很有意思的 那 看到没有 这个女的就是穿 穿羽绒服的 这个女的就是穿短袖的 有人穿结夹克衫的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这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广场了 很大的一个广场 如果你说有航拍机的话 这个标志 对吧 可以拍得很美 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设备啊 油也被 也被人家掏走了 看一下啊 这个药店真的很美啊 这个是个卖药的 法马西啊 你看它的这个窗子啊 全都是老式的 太美了 简直跟一个教堂一样 但是它是一个老的卖药的店 这里应该是放一个穹顶 以前应该放雕塑的 这个地方很适合放雕塑的啊 真的漂亮啊 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啊 都是老的 看这个椅子里 你看看他们的礼品店啊 很有特色的 啊 竟然这里有人在纪念这个就是战争这个死去的人吧 ISIS 哈马斯等于ISIS 看到没有 哈马斯就是ISIS 就是有那么多以色列的人啊 死去了 啊 有被绑架了 有被人杀死的各个国家的人 这些人啊 这些人啊都是死去的人 所以 前面他们都都都都放了这个蜡烛你看 都是在纪念他们 真的可怜啊 这么多人 真的有这么多人 被人绑架了 对吧 有被绑架的 kidnapped的 啊 有被杀的 啊 你看这只有六岁的小孩 有老人有年轻人 嗯 都被绑架 都被 被杀死了 犹太人在这里举行的这个 纪念 好 看一下看一下 就是这一次啊 嗯 那么多的人 真的是 他现在都 他扑不完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真的全要摆出来 那真的不得了 就是恐怖分子啊 这些人 很多人都在这里看 还有警察在这里 等于说是维持着治安 解放我们的孩子 不止 有150个人质 现在在 在那个被他们绑架了 那有时候 这看着那些恐怖分子 怎么说呢 没办法 所以说欧洲人啊 还是很有通理心的 刚才呢 有一个人在这里病倒了 倒在这个广场中间啊 然后很多警察 现在这里也很多警察在这里 就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呆在这里 给他看病了 不知道什么 然后把那个人给 送上救护车运走了 好像 这个皇家广场是很美的 确实很美的 很大一个广场 里面那些小路啊 这个里面 其实里面有一些小路 对吧 这些小路都是 都是很多很棒的饭店 你如果吃tapas啊 什么的 就来这里面就对了 外面那条 另外一条路 就这边转过来 另外这一条路 外侧 很多高级的饭店 也是非常值得 就是去尝一尝的 它这里的价格呢 都不是很贵的 它这里的价格 一般来说 吃一般的东西 大概十几二十块钱 欧元 对吧 如果你要吃好的啊 就比如说什么龙虾什么的 对吧 大概是五六十块钱 一个人 昨天我们 我看到的这家饭店 我今天来吃一下 很漂亮 这个楼梯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楼梯 这个楼梯 加上这个灯光啊 真的漂亮